第三章 将来必有人背道行恶 你该知道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尊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 狂傲 傍独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胜结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残言 不能自若 性情空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言乐 不爱上帝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那偷尽人家 牢笼无知妇女的 正是这等人 这些妇女担负罪恶 被各样的私欲引诱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 雅尼和阳比 怎样敌党摩西 这等人也怎样敌党真道 他们的心底坏了 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党 因为他们的愚昧 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像那二人一样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 品行 志向 信心 宽容 爱心 忍耐 以及我在安提亚 以歌念 路斯德 所遭遇的迫白 苦难 我所忍受 是何等的迫白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 主都把我救出来了 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女 敬虔度日的 也都要受迫白 只是作恶的 和迷惑人的 必越久越恶 他欺控人 也被人欺控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 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并且 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 能使你恩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圣经都是有益的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于教训 读习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